一百八十一頁 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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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拜跟阿公比起來阿公 阿拜就是阿拜 你不懂阿拜的定義嗎 那接下來 這張圖片超級無極重要 因為就是有太多 連連X軸Y軸都可以考的圖 就可以想像 這個圖片有多麼做到了 然後首先 這個研究裡面 它就把 植物的主要生長 部位抓出來 然後去探討 這些部位對於 生長素 不同濃度生長素的反應 狀況是這個樣子 然後 你加註一下 因為這個圖上面的標示會有一點精簡 所以把文字充實一下 大概有些地方 就可以稍微比較知道一點所以然的 比如說這個 筋 這是整個筋當中成熟的部位 你生長素再怎麼玩 通常沒什麼特別的變化 所以這個筋其實只有指哪裡 筋頂 當然不是真的是剛好到底 就是那個 筋頂分身組織在下來 那一段等於是延長部 可是筋沒有延長部這個詞喔 所以那個根就是延長部的 它這個根主要指的是延長部這個部位 所產生的就是 對生長素不同濃度的生長素 所產生的反應 然後這個是側芽 因為植有很多芽 如果以一顆僑木來說的話 那個主幹最頂端那個就是頂芽 那旁邊的小枝條或者是葉子旁邊 那就叫側芽 那芽是 那個頂芽跟側芽是相對的 如果你現在整個的討論是某一個枝條 那那個枝條最頂最前端那個地方就叫頂芽 旁邊的葉子 旁邊的葉子 內側就是葉柄內側的那就是側芽 所以頂芽側芽是一個相對的問題 好 所以它就把那個 筋頂、側芽跟肩這三個部位 主要那個比較有明顯生長這個部位 拿來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就是用外加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張圖完全比較看不出它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它所找來的植物的材料 比如說 好假設是綠豆苗 OK 我現在這個綠豆苗 我就算只是放著讓它自然生長 它一定會長 為什麼 這個綠豆苗自己本來就有合成生長素的能力 所以你現在在X的時候看到的生長素濃度 是有點像農藥的使用一樣 就是我先把農藥配成很多種不同的濃度 現在是生長素 所以我現在配成很多不同濃度的生長素 水容易 然後對那個實驗組 就是把實驗組分成很多組 然後每一組給它不同濃度的生長素容易刺激 然後再去看那個刺激之後 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沒有辦法讓植物體內的生長素歸零 因為你既然用的是一個活的植物體 那這個植物本來自己就會產生生長素 所以我們只好用外加 然後來看它對生長素不同濃度的這個反應 聽懂齁 好,所以X軸的部分的話 你這次懂,你下次一定不同 真的,反而通常就是這樣子 X軸我們要加兩個字 就是試用 就有點像農藥一樣 X軸是我們外加給這個植物的生長素濃度 那這個人其實很了不起 這個真的應該要這個 拜拜的 做功夫化學實驗應該 對這個有點概念吧 X的四次方這種濃度不算難 PPM X的四次方PPM 這應該還算好配 1PPM 感受到濃度的吧 難度的吧 然後X的-六次方PPM 而且它會做很多不同等級 如果你有做過化學實驗 做過水溶液的調配 你就知道 這個一不小心 那個誤差就很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了不起的地方 是這次超有耐心 我願意配這麼細 那因為它的濃度拉的比較大 你看從10的四次方到10的-六次方 你看 所以X軸的刻度有一個特性 它是指數性刻度 每多一個刻度 等間隔的刻度 可是濃度是10倍 所以留意一下它這個指數性刻度的特質 就好了 好 那就是X軸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不同的濃度之下 就可以看到那個 金頂側牙根間 它外加生長數去刺激的時候 那個反應出來的 會有曲線式的生長的變化 這不是太大問題 對不對 可是 起碼馬上可以看得到的是 那個 金頂側牙根間 它們對於外加生長數刺激 那個適合或者是可用的濃度範圍 好像不太一樣 雖然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對不對 但大致上這個山頭還是可派的 所以表示 植物的不同部位 它對於生長數的反應濃度 是有明顯區隔的 那細節等一下再談 至少有三座山頭 好 接下來有一個 這個就很難理解了 那個Y軸有一個很奇怪的 器官生長百分比 那 以它所用的實驗材料 因為沒有找到它到底用哪一個實驗材料 哪一個植物 但是 以它所用的那個植物來說的話呢 那個 生長的百分比可以最高達到200% 那只被那個植物 如果你換另外一個植物 搞不好不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那個 生長的百分比 竟然可以到-100% 那-100% 難道是我用的 某一個濃度的生長數 結果這個植物萎縮 就很奇怪 你聽懂嗎 所以接下來 Y軸有很大的武章 不是我在講 這連大考都喜歡考這個 連坐標軸都在考那個土 就很奇怪了 好 所以 我們先看 一個很重要的參考的起點 就是0 好 什麼叫0呢 一般我們實驗不是會有 對照組實驗組 對不對 所以 假設你現在給精的濃度是 比如說這個對照下來 大概10的-2到10的-3 所以假設呢 那個精 你給它10的-3次方ppm 這個濃度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對於精來講 那個器官聖當百分比 就是差不多貼的0 對不對 所以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現在有一個對照組 假設是綠豆苗 這個綠豆苗 我通通都不理它 純粹是給它一個生長的環境 它每天就是長1公分 好 我現在呢 有另外一個實驗組 這個實驗組 我給它10的-3ppm的生長速濃度 去刺激它 好 結果它每天還是只長1公分 對照組幾公分 1公分 實驗組 1公分 有沒有多長的 沒 所以 器官升長百分比的0 就是正常生長 它跟誰比 跟對照組來比 所以0的意義 不是沒生長 0的意義叫正常生長 跟誰比 跟對照組比 叫正常生長 好 好 所以 那我們先從比0還要大的部分 所以你接下來這個地方 大玉0 旁邊這個地方 畫一個往上的箭頭 寫四個字 促進生長 所以只要你用的生長素 濃度是適當的情況之下 可以讓精或側牙或根尖長得更快 更快的意思是什麼呢 對照組每天只長1公分 我用了某一個濃度的生長數 去刺激它之後 它每天可以長1.5公分 所以 就足足比對照組 多長了0.5公分 所以這時候 促進生長的百分比 就是多少 多0.5嘛 那正常是不是只有1公分 所以這個促進生長的百分比 就是50% 所以100%的意思是什麼 對照組每天長1公分 某個實驗組每天長2公分 所以這個時候促進生長的百分比 就達100% 對嗎 那這個植物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它的最大的幅度 最高的極限 竟然可以達到200% 也就是說對照組每天長1公分 而這個某個實驗組 每天竟然可以長3公分 這樣聽到的意思齁 但是你換一個植物 它的最大值不見的就是200 也許更高也許更低 但是大於0的意義就是促進生長 就是比對照組還有額外多長的 這是表示促進生長的效果更好的 這樣子聽到齁 所以接下來副的勒 低於0副的部分 它的意義就是抑制生長 所以這個地方左邊寫一個往下的箭頭 然後標示一下 往下代表是抑制生長 什麼叫抑制生長 對照組你不理會它 它每天起碼可以長1公分 結果某一個實驗組 你用的不適當的濃度 導致它每天只長0.5公分 所以是不是足足少的0.5公分 可是它有沒有長? 有 它只是長的比較少而已喔 所以這時候抑制生長的幅度 就達-50 那OK齁 所以0到-100之前都是抑制生長 那所以-100的意思是什麼? 對 我起碼對照組每天可以長1公分 結果你用錯了一個很糟糕的濃度 導致這個幅度是停的 所以-100的意思就是 停止生長 所以沒有萎縮 我了不起最低限度 就是停止生長 連大豪都考這個 你就知道這個圖有多煩了 但是這算是很了不起一個研究 因為很囉嗦 如果你去想像這個實驗的設計規模的話 就知道了 好 所以現在Soy軸的意義知道了 然後三個部位 需求的濃度 我們現在可以來看細一點點 對金來說的話 如果你起碼要維持正常生長以上 到促進生長的話 你看那個濃度範圍必須是什麼? 濃度範圍必須我們找左邊這個地方 0以上的話 這邊對到下來大概比-2ppm再少一點點 對不對? 然後最高的話呢 差不多在10-2-4ppm 100ppm這個附近 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個範圍裡面呢 起碼是正常生長或促進生長 可是 如果你現在給金頂的濃度 大於100ppm 馬上掉到0以下 濃度過高 反而造成金的抑制生長效果 濃度過低 目前沒有結論 為什麼? 因為這個植物本來自己就有生長素 所以我們確實還不太知道 萬一這個植物的生長素 萬一歸領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所以左邊不良 但是右邊很明確 濃度過高的生長素 反而會造成該部位 有產生抑制生長的現象 好 但是就金來說的話 它至少可以起碼維持正常生長以上的 大概是10-2-10-2ppm 那你去看那個芽 芽的話 左邊這一頭大概在10-4次方結束 右邊這個地方大概接近10-1次方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看那個頂點3頭的話 3頭對照下來接近10-2 這邊3頭對照下來大概是1-10之間 足足差了多少? 增100倍 對不對? 好 然後再去看根 根的話 左邊這一頭接近10-6 右邊這一頭大概接近10-2 看那個山頭大概10-4 是不是落差就差不多是100倍 好 所以如果你現在 好 直接拿著對金產生良好刺激的 那個生長素濃度 大概是10ppm 你直接用10ppm去用在根的話呢 你看根那個變化的曲線早就落在哪裡 早就低於0的 也就是說你用10ppm去用在根 對根來講早就是抑制了 還不只是根 牙也是一樣 所以生長素外加的話呢 那個需求的濃度是金頂大於側牙大於根尖 可是你看那個牙根根其實是遠低於金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圖 這個圖的發現終於可以讓我們可以好好去解釋 解釋 這個問題了 你現在把那個根橫著放根根的那個圖 你現在把根橫擺之後 剛講用膝蓋來推論 那個下半部的組織 它很有可能會接觸到濃度比較高的生長素 上半部的這些組織呢 很有可能接觸到的是濃度比較偏低的生長素 可是我們在剛剛的那張結果裡面 明顯看得到的是 我濃度再怎麼偏低 我起碼可以維持正常生長 可是那個濃度如果偏高 萬一你橫著放之後 那個下半部的濃度偏高是已經過高 然後反而是產生抑制效果呢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這樣的現象 上半部叫做正常生長 下半部呢是抑制生長 對不對 所以以相對的速度來講 還是上半部的細胞長得快 下半部的細胞長慢 對不對 所以上面抬起下面 所以重新調整生長方向向下 所以還是有快慢的問題 只是跟那個晶 晶的解釋是說 背光面因為它濃度高 然後造成促進生長 對不對 然後向光的那一面是濃度低 然後呢生長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只是比快慢 當然沒問題 那你去看它的背後的濃度的高低分佈 晶的話呢是濃度高 很不容易高到那個過高 對不對 剛那個你看它的右邊三坡底的那個地方 對不對 那個濃度其實對於側芽跟根來講 其實那個濃度是已經死了四次方倍速了一下 對不對 所以你要晶產生濃度過高好像是比較難 看樣子是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呢 當你現在側光源來的時候 造成它生長素重新開始分佈 背光面生長素雖然濃度高 但是還是在促進的範圍 然後向光面濃度低 那基本上就是生長相對比較慢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背光面擠壓向光面 橫著擺的時候 對根來說 很有可能那個下半部這個地方的組織 接觸到的生長素濃度是因為過高 然後結果產生抑制效果 雖然最終還是以上面長的快下面長的慢來解釋 但事實上它是因為下半部為什麼長的慢 它是受到抑制 而不是因為上半部濃度低怎麼樣 然後受到觸進 上面是正常下面是抑制 對不對 所以上面快下面慢 開始重新調整方向往下 這個到這個剛剛的研究結果 基本上才有辦法解釋 所以你在解釋晶跟解釋根的時候 那個解釋的角度完全是顛倒過來的 要不然你能來去解釋它那個生長的方式 好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所以這張圖裡面 其實如果不考慮那些坐標軸的很瑣碎的問題的話 第一個比較明顯的就是說 不同部位對於生長素的濃度需求是不同的 好 然後呢 多數的部位都有它適合的濃度範圍 然後如果濃度過高 基本上會產生抑制效果 這樣OK嗎 所以那個 右半邊這邊 大概是整理一些比較常見的這個重點 給你們的 大概剛剛口頭上來都講過了 欸 我講印象有流嗎 欸沒有流耶 好 趕快把握時間寫一下 這張圖超好考的 真的嗎 就是熱門 熱門題目 然後算是屬於那個 結果的圖裡面很有深入的 大考 大考以前還會出這一題的那個非選擇題 直考啊 你就可以想像這種題目多麼有價值 雖然考試現實好像真的 不是現實那一點 就是實話就這樣 欸 八月了 那個 加把劍 進度那個指數性成長的效果 進度那個指數性成長的效果 一定要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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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再撐住 面相光 Ред dem 又喊一喊 因為照片非常早期 那對面一個是粉々一個是銀糖 只會看人 對啊 他那個 就是這樣 我很重要 不要隨便跑到 會民旗大家請參加 歷來有很多學姊很喜歡 會覺得上去很痛苦 守時的感人 有空旷 蛤 走上去你們應該撤身 後來後來有個熟 有一度是有討論到要不要說 到底都說不知道 那邊有時候四樓 那個一年級在動比較可怕 那時候還有很多住宿生 然後傍晚的時候還跑到上去去 嚇死大家了 我可以體會那個空曠風吹來的 但是還是不要做這種事情不行 這個大學時代看過有些事情 我有一種派市區的大的風景 就是市區的那種風景 就是市區的那個風景 就跑到學校最高的那一棟 然後那一棟因為前一個月才剛有人跳過 所以那因為我又上去 而且我又上去之後又爬到那個電梯有沒有 電梯那個尼巴就特別高 然後我又在趴到那個水上面 然後那個好像十幾層樓的樣子 對然後後來這個我投浮生就火速衝上來 然後我們說你想要幹嘛 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我就說我按兩下就下去了 我真的太張了 剛剛很緊張 推酒杯遊戲 然後沒有人要跑下去 每一個大學總是有某幾棟是那個 熱門跳樓的選擇 沒事還是少就有這些大樓泡 蛤? 蛤? 我還是進去不覺得很熱門 大概一定會給你拿 然後就連這個也要味道 對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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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罐子正放的時候 玻璃珠全部都堆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把玻璃罐橫著擺 玻璃珠絲全部都滾過來 他們目前懷疑只有可能 還沒有確定喔 有可能是利用這個方法 感受重力方向發生改變 因為有找到這些顆粒 另外白色那種澱粉粒也是懷疑的對象 所以重力確實會造成影響 就是那個負相帝性跟那個根的相帝性 金的負相帝性跟那個金的負相帝性 目前看來應該都是感受重力的刺激 可是怎麼感受 這個部分恐怕還要花一點功夫去解釋 這是理論當中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來了 因為我們講說生長素我們從細胞的層級來看的話 它確實是可以造成細胞從小變大 可是這個問題就跟人的生長 我們那時候在講那個人體的生長素 對不對 能夠促進你身體長大 請問那它第一個解決的環節是誰 以人體的生長來說 第一個生長的限制 就是 就是 就是骨架 你要先把骨架先撐長 對不對 那接下來才在談那個長肉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在那個骨頭末端 那個軟骨鬚 有沒有 就是在往外推出去 對不對 你這時候才有那個長高長長的可能性 對不對 好 那所以 對於像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生長一個很重要的限制是骨架 那植物的生長當然也有它的限制 這個限制當然最明顯的是誰 這是細胞壁那個框 因為 細胞壁上面那個纖維素 一旦排列好之後 它就會有點像是那個紙張已經做好了 所以呢 你要去這樣扯一扯 我們一般會講說 像紙張 它的延展性很長 就是這樣子 那個纖維已經堆的很密的很紮實的 所以 你這時候想要去擴大它的面積有難度 好 可是 應該都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意外 就是比如說 有一張紙或一本書 然後不小心那個水到了 然後泡水了 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算把它弄乾了 這個紙張也皺皺的 表示 它泡水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讓它的 它的纖維 有沒有 變得稍微鬆散一點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之後沒有讓它再回復當初 那個比較紮實的排列的話 因為這時候 這樣皺起來 就表示它面積就變大 對不對 好 如果連泡水都有這個效果的話 那我們就來一個更強烈的 用酸 酸可以造成更好的 這種破壞性的效果 當然我們不是想 不是想要全面破壞細胞壁 我們只是希望 那個細胞 既然是在生長過程 我們可不可以先讓那個細胞壁變得比較鬆軟一點點 那個延展性變好一點點 然後再來想辦法讓它成大 所以 生長素目前造成的這個細胞的長大 有一個這樣的假說 就是當生長素呢 它去刺激那一些未成熟的細胞 成熟細胞的效果就不明顯了 如果它去刺激那些成熟的細胞的時候 我們目前可以觀察到的是 它開始把細胞脂的輕敵子 脂子向外堆積 那當然要透過誰 因為這個時候是刻意堆積 所以它是透過脂子斑譜 所以生長素到達那個未成熟的細胞的時候呢 對這一些未成熟的細胞 產生刺激作用 這個時候 脂子斑譜開始運作 然後呢 這個細胞脂的脂子被丟出去 好 如果這個時候有大量的脂子被丟出來的話 丟出來的第一時間 當然是出現在哪裡 細胞瘋關於細胞壁 所以當然是出現在細胞壁子的附近 這樣可以想像 好 所以接下來 因為酸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現在 這一些一條一條的 基本上是 那個微纖維 不是纖維素喔 你現在看到這個粗粗的一條一條的 那那個 講義上那個是舊版的毒 在182頁那個地方 它那個其實會比較 能夠看得出 從那個結構緊密到結構鬆散 那這個地方還可以談一個細節 這新的毒還不錯用的地方 這樣大家有交叉參考 植物的細胞壁是這樣子 就是假設電線是一條纖維素 那它是先把很多條纖維素呢 先捆成一捆 那這樣一捆呢 就叫做微纖維 這我以前呢 提過這個概念嘛 細胞壁怎麼做嘛 好 所以它是先把纖維素 捆成一束一束的微纖維 然後假設呢 我的每一根手指頭代表一個微纖維 它接下來呢 就用很多條微纖維 然後平行排列 然後之後呢 假設細胞在這個地方 它用這一些平行的微纖維呢 先把細胞先捆一捆 就倒一圈 你看 可是因為你這個線條的方向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就會繞一圈 那了不起也只是讓細胞可以撐住這個方向 萬一這個方向要不變大呢 所以接下來 只用一層是不夠的 它會再用第二次 第二層的微纖維 然後跟上一層的微纖維呢 以接近90度 但又不是90度的方向 然後再疊上去 疊上去之後呢 它再順著這個方向 再把這個細胞再繞一圈 那是不是兩層 而且方向是不同 然後接下來呢 再去疊第三層 第三層呢 又跟前面兩層的角度 又有一點差別 好 所以這時候再疊上去之後 又可以在另外一個方向再混一混 以薄病細胞來說的話 差不多在五層 你看齁 所以就是像你這樣看到的 大概是接近五層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因為它是生長的過程當中 一直疊出去的 所以疊好之後呢 就是你要再動它就很難的 更何況多的是後病細胞呢 後病細胞那個後來再加進去的 那個細胞病 層數就更多 對 你要去動到它的結構就更難了 所以要動到那個細胞病的架構 只有趁它年輕的時候 那個細胞的那個就是那個微纖維的排列 還沒有到位的時候 我們用酸這個技巧很好用 因為這些酸出來之後 這些微纖維之間有時候會有一些固定的分子 然後它是脆弱的地方 我們可以把這些那個幫忙固定的 這些小分子呢可以直接把它斷裂 那如果它只是用氫健的方式 讓這個纖維吸引在一起 那就更方便了 因為酸可以去影響那個氫健的組合 好 那所以反正策略就是 我讓這些鋼筋骨架它的整個排列 開始變得鬆散 好 所以現在細胞就有生長的可能性 只有可能喔 所以接下來問題是 我要面對的是 如何讓細胞的體積增加嗎 所以框的問題要先搞定 所以這個部分呢 由生長素負責 所以當IAA IAA就是生長素 去跟它的那個受體結合 未成熟的細胞的受體結合的時候 這時候會啟動那個脂子幫苦 開始將脂子呢 主動運輸向外 那這個時候 細胞壁所在的這個附近的 脂子的濃度就開始那個升高 然後這樣的升高 會使了細胞壁的排列 有機會開始變得鬆軟 好 所以框的問題暫時解決 所以現在問題是 細胞要怎麼撐蛋 就是 細胞要撐蛋 用一個理所當然 本來就該做的事情 幹嘛 這不是一個正常在生長的細胞 它要不要拿到養分 所以 對於一個正常生長過程的細胞來說 它一定要去吸收一些有機物跟電解質 對不對 所以如果它現在持續性的 它只要做正常的事情就好 它只要持續性的去吸收 它需要的這些什麼葡萄糖胺基酸 然後呢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合成光合中的能力 對不對 未成熟的細胞 所以它只要認真的去吸收 這些有機物的養分 電解質進來 這個時候 是不是就影響到滲透壓 對不對 融脂開始往細胞裡面堆 滲透壓是不是升高 然後滲透壓的升高 是不是有利於水分重新平衡 而且這個時候 水分重新平衡的方向 又剛剛好 往 內 對不對 細胞值的滲透壓提高 水分的平衡方向是向內 所以這個時候 它拿到有機物礦物質的同時 它也拿到水分了 所以只要它繼續認真的 拿到它生長所需要的這些有機物 同時也拿到水分 所以如果水分進來的趨勢不變的話 沒多久之後 它是不是應該就可以得到一個 不錯的澎壓條件 沒錯齁 對於一個成熟的細胞來說的話 澎壓可能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以正常成熟的薄病細胞來講的話 假設這個細胞的自然形狀是方方正正的 那當它澎壓過高 了不起也只有在邊緣反映出一點點特質 就是變得沒有一點圓圓的 還記得齁 這是對成熟細胞來講 可是現在我們講的是什麼 一個細胞病已經變得比較鬆散的細胞 所以當它的澎壓升高的時候 這時候是確定可以慢慢慢慢的 把細胞病真的是往外推 不是只是輪廓上稍微從直線變成有一點弧度 是真的是可以推出去的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把握時間 趁著細胞病仍然在處於鬆散的情況之下 持續讓細胞往外擴張出去 細胞就看到長大了 你看啊 那一直到什麼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問題了 還記得那個年輪的早財跟晚財 有沒有 早財細胞長得又大 對不對 可是排列比較鬆 對不對 那個晚財 對不對 那個秋冬期間所長的這個木材 對不對 細胞小顆 對不對 可是那個細胞病很厚很紮實 其實這個就可以用這個來觀念來看 那一邊把細胞病的線條 就是那個界線慢慢的推出去 一邊推出去 我是不是要同步增加纖維素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隨著生長的時候 它是慢慢的把細胞給撐大 撐大的同時 那不斷的分泌纖維素出去 可是後來再繼續加進去的纖維素 是逐漸的會讓那個細胞病又變得硬棒棒的 所以要把握那個時間 如果這段期間它的養分很充足 溫度條件也非常OK的話 那所以它可以在短時間 趕快把這個細胞撐的夠大 那等到它慢慢加進去的纖維素 最後終究還是會使得這個細胞就固定在那個地方 那這時候生長就到此為止 可以想像嗎 所以以春夏溫暖的期間來講 細胞的代謝率會比較高 對不對 所以把握那個時間 趕快利用充足的養分 趕快讓細胞長得很大 那秋冬的時候 因為那個代謝率比較低 生長慢 對不對 所以很快的 那個額外加進來的纖維素 很快的就阻止了細胞繼續長大的可能性 所以它就提早停在那個小細胞的階段 它沒有辦法再繼續長大了 所以趁著細胞病鬆軟的這個期間裡面 能長多少算多少 長到那個後來 額外加進去的纖維素 又再次限制細胞大小 在框柱的時候 這時候你想要再繼續長出去 恐怕就很難了 這也表示這個細胞 算是發育成熟 這樣可以理解嗎 後來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 就是生長數所造成的生長作用 叫做酸性生長加縮 但是目前這個理論還 大家正同度還蠻高的 所以這是目前的一個 生長數為什麼會造成細胞長大的一種推論 所以它有影響到質子的分布 至於那個細胞撐大這件事情 它是利用改變滲透壓 引起水分重新平衡 然後緊接著膨壓發生改變的時候 使細胞有膨脹的機會 之後為何要再勾芥末 好這邊 沒有什麼問題 小央月 好這邊 小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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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乾 好,接下來要談一個比較格局大的生長的事情 你去看聖誕樹,聖誕樹長怎麼樣? 就是主幹,然後呢,就是錐形的樹形,對不對? 雖然簡單一點,但是完全可以表達,我想要講的就可以了 可是,樹形,你去看數學科外面那一顆鳳凰木 上去,然後直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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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撐著一顆鳳凰 有啦,還有一顆大紅樹 所以,如果你去仔細看 用相長的樹來看的話應該會比較明顯 好,你要能夠長成像這樣的錐形、閃形等等這樣的樹形 反正就是上面窄下面寬這種樹形,就很明確啊 因為上面這些都是年輕的枝條 然後越往下呢,越是老的枝條,對不對? 所以,老的枝條又粗,然後呢,長部又比較長 對不對?然後那天,靠近那個主幹頂端這邊 這是後來才發育出來的枝條,對不對? 當然又細又斷,非常合理 用膝蓋想也知道的道理,對不對? 沒錯齁? 這個意思齁,好 就是膝蓋想也知道的道理,怎麼辦? 好,所以,就有人在想說,那真的是因為發育時間的早晚問題嗎? 那就做實驗就最簡單了 你乾脆就把那個主幹直接給鋸掉 所以可以看到什麼結果? 這是用雙子葉的草本 我等一下講一個例子,你一定看過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過 這是用草本植物來做的,因為長得比較快 很快就可以看得到 這是它的金頂,大概在這個地方 頂牙在這裡,好,這長出葉子 好,就是長上去之後呢,它就把這個地方結掉 好,原本呢,這個已經靠近植物的頂端 所以這邊有兩個,很不起眼的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動靜的側牙 對不對?我們會覺得,因為它年輕嘛 這個牙才剛做好嘛 所以等於是要等一段時間,它才會長出去嘛 結果呢,你只要把這個地方結掉之後 這兩個側牙很快就開始生長 而且,它長出去之後 很快的它就趕上下面的那個枝條的長度 細是比較細,可是長度的話呢 它可以很快趕上那個早很多時間 就已經發展好的枝條 所以表示,那個枝條的發展速度 基本上它可以是快的 可是,從牙的時候,我們就發現 它好像被停住了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 那個,形道樹或者是綠璃,安全島 有沒有,那種灌木的話 每一次在修剪的時候 最近,我覺得安全島的灌木都很奇慘 因為缺水 要不然你看那個,生長狀況很好的時候 如果它有去做修剪這個動作 通常,那個上面一剪過 是不是旁邊那個枝條馬上冒出大量的牙 可是那些牙早就存在喔 那些側牙早就存在 可是在還沒有做剪除這個動作之前 這些側牙好像真的都沒消沒洗 就是停在那個地方也不動 牙存在,但是沒有發育 那你把那個枝條的頂端剪掉之後 那些側牙馬上開始發展 好,所以再回過頭去看 剛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剛用到的圖 還有剩下一個沒講的 那個頂牙的適宜濃度範圍裡面 對於側牙來說 那個濃度是不是常常容易過高 所以後來發現 根本那個側牙不發育的問題 不是在等什麼 而是它是被逼的 因為你現在這個側牙呢 越靠近頂牙 頂牙這個地方產生生長素 它是要開始往下運送 那你往下運送的時候 這個側牙就很倒霉 因為它非常接近頂牙 好,可是對於頂端下面的這一段 主要的生長部位 它要的是高濃度的生長素 可是你去看它隔壁的那個側牙 為什麼叫倒霉 因為這一段需要的那個高濃度生長素 對它來講 卻是處於抑制狀態的濃度 所以這個側牙它其實是受到抑制狀態的 所以要等 我們所看到的是 為什麼你要等到頂端再繼續長上去之後 那個遠離頂端的這些側牙 才會開始發育 因為你等到頂牙上去之後 等到生長素送到這些地方來 是不是濃度已經降格夠低了 低到可以達到促進效果的 所以這些側牙才會開始走入正常發育過程 好嗎 所以植物當然 話說剛剛黑白上所畫的那些樹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 為什麼樹就是長這個樣子才叫正常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說法 你以最佳的照光面積來說 為什麼所有的枝葉 不能乾脆抬成一個平面 有想過這件事情嗎 但是很呆啦 啊但是 就是把所有的枝葉真的 剛好那個葉子全部都排成一個平面 也沒什麼不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 錐形等等 就是這樣的樹形 頂端那個樹枝不要長 下面的樹枝長一點 對不對 因為你光照一天當中 角度一直在發生改變 所以你看植物演化上會走出這樣的形狀 當然是以兩個 第一個 以一天來講 那個照光你哪一個角度來 我都可以有辦法接受 二 我還不會大部分的葉子 直接正對著你 為什麼 因為如果所有葉子 真的直接正對著陽光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植物的體溫會過高 所以這是一個折中指甲的結果 好 所以植物在發展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一個 努力讓頂牙永遠保持優勢生長 然後呢 側牙的話是這樣子 因為接近頂牙的側牙 我就暫時讓它意識一下 然後等到那個 那個側牙遠離我的時候 我才會讓這些側牙開始發育 這樣我就可以調出那個樹形了 我們就把這個現象叫做頂端優勢 或者把這樣的一個調節叫頂端調節 好 所以植物 基本上那個植物體的輪廓 那個形 那個形是刻意被說到出來的 而那個說到出來的關鍵因素 就是生長樹 這個文字在那個應該是生長樹的說明文字裡面 應該有大部分都放進去 所以應該還好 所以頂端優勢現象 植物的頂牙的發育 正常來說都會比側牙還要來的快 我們把這個現象叫做頂端優勢 這是塑造出好的植物的形態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如果你想要突破這個頂牙優勢 為什麼要突破 以安全島上的植物 我們根本就不希望它長高 可是我們又希望它長得很茂密 看起來很好看對不對 如果你要做綠笠 那那個植物應該很茂密 所以你想要有更多的植物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努力修剪 你看你每減一個 假設能夠長三到五個牙 那等到這些牙的枝條長到有一個長度 又開始有成熟葉子的時候 再把它剪掉 對不對 然後再繼續往外發展 對 這樣到時候那個枝葉就密密麻麻的 好 所以你想像一下 你想要採到更多的茶葉 其實秘訣就是什麼 真的要傾倒 對不對 你如果從一新兩葉來看的話 我摘掉它一個一新兩葉這個牙 好可惜喔 因為它是一個鋼在生長的部位 可是你要 因為我摘掉這個部位 所以緊接著它旁邊的那幾個側牙 是不是才有發育的機會 所以我摘掉了這個 對不對 隔個兩三個月之後 可能旁邊又多長幾個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又可以多採幾個 多採幾個 所以你想要採到更多的那個嫩葉 基本上這個 就是要勤朗的採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停下來不採 你就看到那個老茶樹 不採反而更糟糕 你就看到頂上那個立巴包 葉子好綠喔 沒有用啦 對於那個茶葉來講 這沒什麼太大的價值 它要的是 很多很多的那個 剛長成熟的那個嫩葉 有沒有 好 所以頂端優勢 在農業上面 其實早就已經在晚了 有沒有 採茶樹 其實這個 行道樹 這個原意上 也有用到這個技巧 好 所以 所以 這個還可以講 所以 生糖素後來 還有發展什麼應用呢 幾乎都是在農業上 幾乎都是在農業上 會比較偏重一點 當然那個研究的層面來講 也有很多人在探討 因為研究完 我就可以用在農業上 好 那所以到底有什麼樣的應用呢 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可以利用更精液 這大家都知道 問題是 不是所有的植物 更精液 營養器官繁殖的能力都很好 好 好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那個 培育以後 你希望不要 我剛剛這樣講 就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你可以不要去做 果樹品種的培育 為什麼呢 因為 培育一個新品種的稻子 可能 只需要十年 可是如果你要培育一顆 新品種的果樹 可能要二十年以下 再慘一點可能會三十年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年輕的時候 開始努力 去做某一個品種的栽培 然後到你要退休的時候 然後終於看到 你辛苦的大半輩子 培育出來的品種 希望看到它收成了 然後結果發現失敗了 你知道那個晚年欺養 所以 當然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但是 有知之事會做得很好 那時候我們可以做其他事情這樣子 好啦 所以當有一顆新品種的果樹出現的時候 很不幸的 它就只有這麼一顆 對不對 如果你透過有性生殖的繁殖方法 你不能確保它那個種子 能不能完整地保留 你現在所看到的性狀 對不對 所以無性生殖當然是必要的手段 所以現在麻煩來了 我樹枝有一顆 我要想要大量繁殖 對不對 所以傳統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要長多一點的枝條 然後呢 把兩年三年的枝條剪下來 留兩個牙到三個牙 好 那剪下一個枝條之後 然後下去掀插 結果發現有一些果樹 因為它經過人則 人為的篩選 所以呢 它那種無性生殖的能力 好像就不是那麼優 也就是說 我要大量繁殖 就遇到瓶頸了 那時候怎麼辦呢 好 所以後來他們就發現 你只要在那個枝條 就剪下那個枝條 下方那個切口的地方 去沾一點適當濃度的生長素 會幫助它發根 剛剛講的 你那個枝條要留兩到三個牙 因為那個牙 就可以長出新的枝條 可是前提的關鍵是什麼 你要想辦法讓它長根 因為你解的是枝條 對不對 好 所以他們發現 適當濃度的生長素 有利於發根 所以農業上有一種東西 原地上也有在賣 叫發根劑 其實那發根劑裡面 就是生長素 所以沾一下 可以幫助 可是這對農民來說 有時候他們不會覺得這是有必要 因為是多花錢的問題 所以要不要用再說 然後下一次我們會講那個價錢的問題 但為什麼這是一個成本 10年前有一個比較新的基數出現 那個之後會補充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實驗室反正有一點賢錢 然後買一點來玩看看 因為我手上研究計畫還有一點錢 然後我想說買一點 就是國內沒有任何一家藥商有在賣 我想說不然就國外訂好了 然後就開始去查 有一家藥商真的有 然後網路上的銘幕裡面就有它 然後就開始看 然後你看看那個容量 一克 一個瓶子 一克 一克就是手指尖的粉末 你可以想像 他不小心打個噗嚏 一克就沒有了 我想說怎麼有能賣這種 這麼輕微的料品這樣子 那個罐子怎麼裝 我就很懷疑這樣子 然後再繼續往後瞄 發現這個價格嚇死我的 那一克40萬 天然翠群 40萬 會不會 單人生長數 我看這個價格大概也不會少 所以這樣知道為什麼很多農民 寧可選擇不用 我失敗率高一點 那是勤導一點 用勤導來換金錢 好啦 就這樣 掰掰 明天 一ります 有拍照 會不會 會不會 聊天